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心也是骚动的不得了 一言不合就会尬其无奈 动作被印度的歌舞片还要销毁 肉丝是一名高中生 因为自身基因的问题 从小就是一头白发 为了折手只好戴上一顶金色假发 肉丝一直都期望能加入学校的拉拉队 做一个活力四少的青春美少女 在学校里面 人类和僵尸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人类做的是舒服干净的教室 而僵尸只能围在地下室里面 而且是阴性规定 不能离开地下室半步 杰克因为急着想加入橄榄球队 闯到了人类上课的地方 结果引起了一阵大骚乱 就这样杰克和肉丝装在了一起 碰撞出青春时期 骚动已久的爱的火花 肉丝凭借着销魂的物质 顺利拯救了大表哥的笑拉拉队 而杰克就没这么好运了 因为是僵尸的身份 被拒绝加入橄榄球队 肉丝得知之后 对他一份安慰和鼓励 还邀请他来观看自己的首秀表演 大表哥知道僵尸的弱点 故意搞了烟花来刺激他们 结果随行的同伴 控制不住自己 当场变异 想要袭击人类 杰克及时出手阻止了这一切 很救下了美少女肉丝 这种英勇又威猛的行为 使杰克引导了球队教练的赞赏 终于顺利加入了学校橄榄球队 校长位置还给了他们一个小福利 允许将是在学生食堂吃饭 虽然吃的东西 一个山珍海味 一个寡淡无味 杰克和肉丝 也有了更加亲密接触的机会 俩人像是第一次恋爱的新人一样 既紧张又兴奋 大表哥看不下去了 不允许肉丝和将士混在一起 但约是禁止的事情 就约会有反作用 肉丝安德里又和杰克玩在一起 完全不管其他人的反对和约束 在一次球赛的时候 杰克因为还不熟悉玩球的套路 导致球队输掉了上半场 如果下半场还是这样的话 杰克就只能回到地下室里了 为了赢得比赛 杰克将同伴修改了手环的程序 有了身体力量加持的杰克 瞬间爆发出了洪荒之力 一个人对付整个球队 顺利赢得了比赛 这一次的球赛 提升了僵尸在生活和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才在了隔离的栅栏 开始和僵尸们日常交流 杰克也赎获了一大片的人类粉丝 成了学校的明星级校草人物 随着对杰克的进一步了解 若是发现这些僵尸 也并不是那么的可怕和邪恶 杰克和他身边朋友的热情善良 让他觉得很是暖心 在他的眼里 杰克已经不再是僵尸 而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两者时不时地溺在一起 这引起了大表格的妒忌 发现杰克之所以变得这么威猛 是因为用了那个手环的辅助 于是将人破解了手环的存续 结果所有僵尸的手环都罢工崩溃 肉身也慢慢变异 开始疯狂攻击人类 刚想动手吃一堆美味的肉材 就被现场的警察一个奠机制服 现场的学生一个个拍手架好 肉是战乐出来 为僵尸们说起了好话 还勇敢地战战了遮除了假发 希望大家能够和僵尸 肉身还和僵尸家族合作跳了一支舞蹈 最后喇喇队的人也一起加入跳了起来 人类和僵尸 又在这边的友好和平 而一言不合的尬舞也才刚刚开始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上月2018年 由迪士尼出品 今年还推出了一部续剧 《僵尸高校2》 歌舞部分的唱跳贯穿全片 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好莱坞还是宝莱坞 作为我亲尊欢乐的跳远歌舞票 总体上值得一看